来自中国商飞的消息 今年将有三架全新国产大型客机C919进行首次试验飞行 C919的批量生产也正在加紧进行 试飞工作将全面提速 在位于上海浦东的C919总装车间里 现场人员正在围着三架C919飞机忙碌地工作着 其中已经完成首飞的102、103架机正在进行试飞改装以及相关测试 后续将继续开展试飞工作 而正在进行总装工作的104架机将在今年完成首飞 目前104架机已进入总装阶段 计划今年上半年总装下线并首飞 105架机处在部装阶段 106架机正按计划进行各个大部段制造 一直到今年年底将全部投入试飞工作 在今年三架C919完成首飞之后 C919的试飞飞机总数将达到6架 试飞验证工作将进一步加快 截至目前 C919大型客机已获得国内外28家用户的815架订单